女性要的是平等机会 要的是尊重 我是大马妇女行动学会 阿旺的主席何亦玲 你所收听的是榴莲台 JurianFM.com 链铛达头,我是凯铭 链铛达头,我是威尔 现在我们来看的是 又是关于中国游客的问题 就是前几世其实或是在之前 有很多新闻都是来说 这个中国游客不文明的行为的事情 一直都会有出现 那么呢最近在这个欧洲的地方呢 就出现了一个 怎么说 是一个特质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专门用来 接待中国游客的 这个它已经变成一个 品质认证的一个体系的 这个东西叫做China Ready 所以说这些服务业呢 他们如果在经过 China Ready的认证之后呢 就代表他们的员工 他们的服务呢 是了解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人的 所以只要是有这样的认证呢 就是怎么说 会能够很好的善待 这些来到当地的中国游客的 其实我不了解 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就你觉得说 它究竟是一种 值得骄傲的事情呢 还是感受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呢 因为你看啊 我们常说就看到一些新闻 而且中国游客到外地去旅游啊 到一些国家旅游 然后是被标签为不文明的行为 但是我之前也在想过就是 其实究竟人家不了解中国人呢 还是中国人的这些文化 没有办法被其他世界的国家所接受 就普遍上没有办法被接受 所以究竟是哪一方面的 在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那现在你看一些欧洲国家 你刚才提到了 他们推出了这种标准 国际标准服务品质认证体系 叫做China Ready 这样子一个体系 换句话说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在全世界的国家当中 OK 只有你中国本身是有这样子的特殊文化 是其他人没有的 比如说举一个不好听的这个例子 就是难道说你就随地大小便 这个是属于一个好的文化吗 这个我们不敢说 但是如果是你我这边没提到这个东西了 但是刚才在文章中 他提到什么不文明行为 不文明行为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报章常常提到的 或者其他网络媒体提到 就是随地大小便啊 讲话很大声啊 随地涂鸦啊 或者在一些文明古物上面啊 就是破坏 这样子的破坏文物这些东西 是我们认定 大家要认定是不文明的 那我不明白这个China Ready 它里面的一些标准是怎么样 是不是只是很简单的 如果说比如说爱喝热水啊 就是爱茶不爱咖啡啊 行行为作啊 这些好 这些是可以接受的事情 但是这些东西呢 并不被并不应该是不文明啊 那为什么需要一个China Ready 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呢 为什么需要这样子一个标准呢 当然我可以明白 就是说你看有一个官网啊 就有提了一系列的数据 这个China Ready的官网 它这个数据呢 它就要说服 尝试说服全世界 为什么要迁就中国 他说2012年 中国游客在国外花费 是超过1000亿美元 1000亿美元是多少呢 概念马来西亚签就是 4393亿 那在13年的时候呢 是有45万的中国学生 在海外留学 所以呢 赚学生的钱 那还有各国呢 要为上万的中国潜在顾客 准备满足他们独特的需要 还有为中国服务 换句话说 简单来讲 这个China Ready的官网 是认为中国人 钱多的是 什么都没有 就是钱多的是 所以总的来说 钱还是老大 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刚才就说回 我这个提的这个点 究竟China Ready 是应该让中国 骄傲的一件事情呢 还是 这是一种侮辱 这个的确是很难分得清楚 但是我还是很欣赏 这个西方的这个做法 其实我们经常听到 是哇 中国优优独特不好 就是很想要他来 可是又不想要他来 就觉得又讨厌 又喜欢这样的情绪 他们知道好 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情绪 直接是有一个标准 然后直接是为了 怎么说很务实的一个做法吧 其实现在看起来 其实还不错 但是可能也许 就是你刚刚说的 这个背后的意思 好像是有点歧视的意思 而且这个也不只是你看出来 就是中国有网民也觉得 这样子的做法 就不赞同搞这种特别标准 感觉是一种歧视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这样 还是这个东西 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去 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吧 对 那么除了这个 中国的这个标准之外呢 我们最近是 算是已经是香港 占中一周年 占中一周年的这个纪念了 那么在这个纪念日里面呢 就有 就香港的这些占中人士呢 就号召 这些人去到这个街上 算是一次纪念的 纪念的一个做法 然后这个集会 集会里面呢 其实 报纸是说到 这个纪念日的活动呢 是不热了 就是这个气氛病 或者说这个参加的人 并没有很踊跃 大概是有几千的市民 响应这个号召 然后就举起这个黄色的雨伞 在这个会场当边呢 就默默默默战了十分钟的左右 这样子的一些 这个纪念活动呢 它有什么意义 这个倒好能说得上来 因为毕竟呢 出席的人不多 你出席的人不多 它就代表了可能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对去年战中这一回事呢 它还是在记忆当中 只是他们就觉得 也许去年所做的这些事情呢 是并没有达到一个 很好很理想的一个结果 虽然说 确实让有关当局去注意了 人民的一些声音 但是真正 他们要传达的这些声音呢 其实是要传达到 中国 中央 中央去 北京去 对 传到老大耳朵 老大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 但是就是 不管你怎么样去搞 我就是不理你 那你是说 这个战中呢 你不能够说是 呃 成功 他可以说是 呃 有一定的结果 但不到不到达 他们所得到的这些东西 但是安慰自己的状况 可以这么说 就是我们虽然没有达到 这个呃 诉求 让他们真的去实行 呃 我们的这个 所所提出的这些 这些要求 但是呢 起码他们注意到我们了 他们也 我们对民族的进程 做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了 呃 这个我们很难做一个标准 因为确实没有一种衡量的方式 嗯 你看今天的 这个 这个昨天 这个这个战中出席的这些 这些人的一周年纪念人 就那区区的千多个 千多名 比起去年战中的这个 上万名的这个民众来比较起来 这个简直是小无间大物了 但是为什么那么少人呢 是大家都觉得说 累了吗 呃 累了啊 就是觉得也没有什么效果啊 还是回到他们自己生活 回归最根本 马照跑 舞照跳 这就是香港常说的一种文化 不过其实在战中发生 或者说在这个普选投票的时候呢 呃 我们其实之前是有说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战中人士 或者说这个政府方面呢 其实应该有更好的协调方式 但是到最后感觉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还是没有结果出来 协调的已经很好了 去年的这个战中 大概接近八十天吧 就七十多八十天左右 没有人受伤 没有人呃 严重受伤了 应该这么说 因为确实好像听说 也是有用了锥雷弹之类的 但是并没有严重的伤亡事件发生 所以这相较起来 算是非常呃 理想的一个状况了 其实 呃 就是呃 这个 怎么 这集会的过程 很成功的是 还是蛮多人 而且没有人受伤 就是刚刚你说的那样 这是 这个结果出来 或者说这个战中的结果 到最后结果是不了了之 就是还记得是那个 投票的时候 有一群人突然间不在了 然后就 不断断就取消了这个普选 或者说这个 换这个真普选 和假普选的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到最后呢 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就好像在这个环球时报 针对香港战中 有一个评论员呢 就说啦 这一群 呃 反对派的原型的 就好像这个邪教人士一样 就讽刺他们 就是很多猫的力量 但是 不要 这群猫不要逼着 我们这个中央政府 做老虎 真的去做这些事情 那他 他的意思应该说 这些人都是猫 不要把自己 不要 就是 劝猫 不要逼自己做老虎 啊 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因为他认为 猫就是猫 你办不了老虎 老虎做的事情 你做不到 所以你还是做回猫的本分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但是 呃 这个当然 为什么他 因为环球时报本身就是 呃 中国 我不敢说是中国官方的 这个猴蛇了 但是肯定和中国官方是站在中国这这这方面的 所以 评论员的文章 有时候 他才 他持有一定的角度 他 他现在认为这个评论员呢 还认为说 这个香港搞搞这个补选是不对的 这个好像是跟中央搞对抗 所以他当然会用这样子的形容词来来说啊 呃 所以就看你在哪一个角度来看吧 这纯粹只能够作为一个呃 怎么说呢 就是读了就好 也不需要去太在意 那看看如果觉得有里面提的一些东西是有有理由的话 那就可以可以可以理解一下 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子呢 比如说他他他提到一个香港培育了这种这种造反派 那香港法治是在他们眼里呢 是没有权威的 这是他的他的这个说法 所以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真的是考量一下 究竟香港法治在占中人士当中是不是真的没有权威的呢 那这些这些就从文章中我们可以去探讨 但是对他文章中所提到的把香港反对派呢 呃是可能列为中国的这个看法是邪教啊 这样跟法轮功之类的相提并论这样子的东西 或者是极端反对派等等 我觉得这个就不太恰当 这纯粹是作者个人的主观观点 简单来说他摆明就是在挑衅 你就不用接受他的挑衅吧 不过在这样的这个纪念日当中 国际特色组织呢 也发表声明想要北京当局呢 释放这个因为这个香港占中 或香港民主运动而被关押起来的一些中国维权人士 呃不过这个应该北京官方是不会 嗯就说就不会去打理这样的一个声音的 当然这个还是必须 这个国际特色组织不管如何 还是会有这样的声明要求北京释放他们的 也很难说啦 也不会说他们不会去管就看呃 这个国际特色组织呢 他背后还有什么样在支持他的这个大力量 那如果是后台非常大 非常强 你看这个中国北京听不听 毕竟还是有着交涉的这个点在的 嗯 然后在这里是要要求这个就是为中国维护人权嘛 然后习近平呢 就在联合国呃纪念这个北京妇女大会二十周年的这个全球妇女峰会呢 就发表了一个女权的谈话 就宣布中国将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一千万美元 同时呢他们会在未来的中国呢 就是进行一些呃 呃 是实施一百个富裕健康工程跟派遣医疗专家小组开设一些寻医活动 实施一百个快乐校园工程提高女童入学率 主要是整个中国的在这些女生或说就是呃 女性技术人员跟各种这些妇女的权力的发展上面进行开发 或者说进行一些发展的 当然这样的这个措辞呢 就使得因为毕竟是在美国嘛 美国方面呢就在说这个奥巴马 不是奥巴马 习近平这样的说法就跟之后颜无止 就在自己家里呢 是把一群女生维权人士关起来了 而这里呢却说要提倡这个女权 所以是呃 有一点矛盾的 呃 是谁说他后颜无耻啊 呃 这个是希拉里 哦 希拉里说习近平后颜无耻 不知羞耻 啊 他真的用这样子的字眼吗 还是从媒体上是这样子的这个字眼 媒体上是这样子的字眼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用后颜无耻吧 也可能是说呃 英文字可能是什么呢 呃 shameless 还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吧 那当然在中文可能就翻译成 听起来就很不舒服了 这句话 呃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啊 呃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国家 一个大国小国都好 当你在一个外交的手段上 或者在一个国际外交的这个平台上 你必须显示出就是自己的这个大量 那当然如果是美国对中国呃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种呃叫什么呢 这个举动他们认为不满意 那当然有他们的理由这是自由吗 但是但是这样子说好像就说不太过去 难道美国自己本身就做得很好吗 美国自己本身也是有他的问题啊 比如说像这个中东的战争啊 海湾战争这些难道他们不需要负上一定的责任吗 但是有谁有谁有像他们施压施加过这样子的压力呢 那中国本身他们当然也有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现在呃这个习主席他就提到要在呃 要要为这个全国妇女应该说联合国妇女署捐款 这个对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对全球的女性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啊 啊你为什么要把他两个东西相提评论呢 是不是说OK 我现在美国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在呃呃在这个峰会之前呢 就提出了要释放20人 有一个free twenty这样子的活动 就跟人权人权团体组织呢 就谴责中国呃镇压 还有囚禁妇女呀 主导人权人事运动等等 那换句话说 是不是只要中国呃这个释放了这20个人 那他所做的贡献呢 就远远大于他们呃所捐助的这个 对对联合国妇女主所捐助的这个款项 还有对呃其他的这个妇女相关的福利所做的这些东西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吗 美国的标准是这样子吗 不然的话为什么要拿来相提并论呢 或者说这个暗地理统道指跟明面的统道指不一样 你只能够暗地理统道指 所以这是两回不两个不同的事情啊 你也没拿来提是没什么意义的 我倒觉得因为像ok习近平他本身呢 他这次出席这个联合国峰会 他做了很多东西 ok第一 首先他提到这个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的原作会 那当然就提到了 还有这个气候变化问题 领导人工作午餐 而这些重要活动他都出席了 还有包括了呃 他提到他自己演讲当中呢 也提到昨天说要捐款慈善活动 这些慈善机构等等 虽然我们也有在批评也没错 这中国国内也有一些问题没解决 就捐赠那么多钱 然后还有刚才你说的全球妇女峰会 但是不能否定的一个点是什么 这些东西如果真的做到 他还是会利会到很大部分的一般人 所以无论中国内部本身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两件事情分开来看 因为毕竟他有做总好过没做 你有做好事总好过你只是在做坏事 但我们不能够接受说 你做好事就完全可以忘了你之前 那我感觉就像黑帮今天做了很多坏事 结果我又签了 这个我就捐献了很多东西 就变得大慈善 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子看 但是呢我们必须分开来看 他做坏事还是有坏事 我们必须去追究 或者是必须要他对这些事情负上责任 但是同一个时候 他做的这些好事呢 我们要怎么去看待 是不是说呃 你不需要做什么好事 你只要把这些坏事 你全部承认了 然后你你认罪了 然后你就呃 痛改前非 那就行了 是不是只有这样呢 我觉得我们心里是很矛盾的 就算是一个社会的默契 或者说这个社会的契约吧 就是你今天成功啊 你有钱了 然后你就要做一点回馈社会的事情 也许背后你有做这些东西 但是就至少门面功夫 你至少要做的好吧 所以就是这个心理矛盾 就是看你怎么去解决了 是不是看你怎么去解决了 感谢观看